你一定在副駕, 我一定會找到你 彭哥, 你還沒付錢? 姑娘, 請留步, 姑娘... 客官, 剛才你不罪了 多少錢? 那是姑娘給你了 這次你跑不掉, 我知道是你 殺死楊堅的刺客就是你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你看我的樣子會殺人嗎? 那為甚麼你又說我殺死楊堅? 因為你有這個傷 傷裡面有一件很厲害的武器 而且還非常可怕 你這次跑不掉了 你就叫我高正妃嗎? 你怎麼知道? 你住的地方叫劍龍 那裡有個青荃, 還有一棵老松樹 那把雷痕劍你偷了? 殺人的劍怎麼會有雷痕? 世間上為甚麼會有這把雷痕劍? 雷痕劍一定在你手上 說不定就在這個箱裡 我很累, 要睡一會兒 要你不怕等的, 你儘管等 要你怕等的, 可以隨時離開 我當然可以隨時離開 可是我現在也不會走 你真的不要走 你還會走 最綁的, 楷痕劍 你還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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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這兒是甚麼地方? 那把劍呢? 在我這裡 只是一把好普通的劍 我在不同的人手上 劍的份量自然夠滿 你是這裡的主人 也是箱子的主人 是你? 本來就是 為甚麼你要殺人? 為了錢 你殺龍堅也是為錢? 不是 是為了朱猛, 因為我欠他一條命 哪一條命? 我 他救過你 每個人都會有他危難的時候 我也不例外 正等於你以後也不會知道 你會死在哪一個人手上 不是人死在我的劍下 就是我死在人的劍下 學劍的人 早已經把自己獻身於劍 彼此一樣死而無憂 那我現在就殺了你呢? 那我就很危險 因為我連你是誰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的已經太多了 多得足以令我殺了你 你知道我殺楊堅 也看過我的傷 我根本看不到甚麼 我不相信這個傷是天下間最可怕的武器 好, 那你跟我來 足以令你相信 這把就是當年巴沙灌作人所用過的劍 死去劍下的人不計其數 果然是一把好劍 好, 走 這把就是當年黃山銀俠所用過的無花褲 江湖上沒有人能過得過的七招 而這把所有的就是當年絕代攻守所用過的武器 這把呢? 是雷行劍 蕭大師的雷行劍你怎麼得回來了 當年蕭大師鑄成這把劍的時候 他也經意自己可以鑄出這把 舉世無雙的劍 他被這把劍所感動 一滴雷行竟然落劍身 這就是雷行劍的故事 但是蕭大師也感覺到劍上面的空氣 他預測到自己的兒子 將會死在這把劍之下 但是他又捨不得毀了我 於是就自己收起了 但是最後始終被人偷了 說回我這個箱 你這個箱我已經見過了 裡面只是一些爛鐵 世上所有的武器 都由零碎的部分所陷成 對你來說, 陷成之後就是一種武器 其實一把刀 都會分開刀柄、刀身、刀衣、刀鱷 以及刀環這幾個部分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爛鐵可以砌成一種武器 不是一種, 是十三種不同的武器 所以武器的精華就盡在這個箱裡 所以楊堅、雲碗天 看來好像死在不同的武器之下 你總算明白 我明白, 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可以決定砌哪一種武器 來克制你的對手 你可以試試 甚麼時候 就現在 你砌吧 真的很快 好, 不罪了 你看到了 這個箱裡的東西比你想像中更多 而且更複雜 你又竟然可以在這麼短時間裡砌成一種武器 你一樣可以的 我? 你的劍法不錯 只要守家訓練 也可以跟我一樣 為甚麼要跟你一樣 因為... 因為我想你繼承了箱和這裡的一切 但是有一個條件 你還沒學成之前 不能離開這裡半步 不過你少問了一件事 是甚麼 就是我自己肯不肯留下 那我現在問呢 我的答覆就是不肯 你知不知道這個機會 是很多武林人事夢未以求的 我不是那種人 我是喜歡自由自在 在陽光底下生活的人 而且我要向人公平挑戰 司馬超群 你以為你可以跟他公平交手嗎 至少他不是那些下三流的劍客 有很多事情你想都想不到 我帶你進來 你以為你有機會放出去嗎 那就要賭一下我的命運 好, 那我就跟你賭一下 這裡有兩瓶酒 一瓶是村長毒藥 你選一瓶, 看看你的命運如何 選好了嗎 選好了嗎 選好了, 也不會改變主意 你見我喝過這一瓶 你一定會選這一瓶的 不是 你想死嗎 我就是不想死 因為你知道我不是太笨 我知道你喝過這一瓶酒 如果這瓶酒沒有毒的 你又不用怕我 但是你一定要我選 酒是你的 你喝了自然就有假藥 但是我就不能喝了 所以我決定選這一瓶酒 所以我決定選這一瓶酒 如果你選錯了 糟了 對 我每天都拿來喝總的 尺延酒 是這瓶酒 你以為我會帶走他嗎? 客官 掌櫃, 請問我昨晚怎麼回來了 客官, 你自己也不記得嗎? 我一時糊塗, 究竟是怎樣的 每個男人在那時候都是糊塗的 你們兩個漂亮的姑娘扶你回來 不過我想那時候你一定喝醉了 那兩位姑娘 客官, 你比我更清楚 他們扶你進去, 還沒出來 那就是昨晚他們一直在我的房間 客官, 你又記錯了 我記錯了? 你已經回來三天了 三天 那藥箱是我的 對不起, 老闆 師馬總錶頭又打贏了昆倫一劍 那倒是 那甚麼昆倫一劍 跟那些江啞一樣, 敢打贏 是呀... 我看過師馬總錶頭出戰的樣子 很威風, 又勇猛 聽說他一招就打贏了昆倫一劍 那你認為我應不應該打? 我認為還不是時候 你有時間安排? 一向做事就這樣 這盤我又想輸給你 你甚麼時候才能安排我輸一個? 世人只想贏 只有你偏偏想輸 或許沒有你在我身邊 我真的會輸一次 你怎麼不追我? 為甚麼我要追你? 我剛才說想用繩勒死你 我知道 那你比我還放過我? 你還放過我嗎? 我沒有給你勒死 你不用問我是甚麼人 做甚麼事要勒死你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為甚麼你永遠不死的? 就因為我手指 你除了玩這條繩, 還懂甚麼花盤? 看劍 你放過我行不行? 現在是你抓住我 我放過你 你... 你... 你哭甚麼? 我終於哭不哭 男人大丈夫又會那麼容易哭? 你別哭了 我不走還在這兒 你拿便宜 你用繩來擦我, 又用劍來刺我 還說我拿你的便宜 但你看過我, 我要把你的腳拉出來 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見過你 你見過我的腳, 難道還不知道我是女人嗎 甚麼女人會生鬚嗎? 別動了 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邀間那個珠寶 你果然眼來 你知不知道爹是誰? 我連你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你爹是誰? 她是妙手神偷, 但我爹更厲害 她是見人盜人, 見鬼盜鬼的大盜 原來是三代做賊 你很等錢用嗎? 是, 如果我三天之內囚不住五萬兩 我就死了 為甚麼? 因為我被人追殺 我現在要五萬兩 讓他們護送我出關 不然我就要嚇死他鄉了 你有很多對頭人 他們很可怕的 任何人都不敢跟他們作對 所以我只需要五萬兩 他們是誰? 並非別人, 就是我們兩個 兄弟, 你武功雖然好 但是救不了這個臭丫頭 有...有毒 姑娘 有毒 你看甚麼? 放心, 我幫你敷藥了 你...你把我的臭丫頭也看不... 我娘, 你也不敢毒死我 你幹甚麼? 你要喝夠沙母的 你娘, 你不是想毒死我 是想灌死我 好 你累了, 先休息一會兒 我就是想灌死我 我終於想要喝一點 你知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也不知道你是誰 我只知道你是一個地方給我 不再拿不給我 不再拿不給我 C啊 跟我給我 我看這個人不是來找你算帳 高大俠 你等我? 是, 小人已經在這裡 等了好幾個時辰 一直站在這裡? 不錯, 小人一直站在這裡等 怕高大俠突然回來 所以一寶不敢離開 那如果我不回來呢? 小人會一直在這裡等下去 誰叫你來? 卓總管 卓東來? 不錯, 霍總管吩咐小人來閉見高大俠 看來卓東來果然是大將之才 請高大俠接貼 為甚麼你不放在裡面貴面? 小人想都沒想過 因為卓總管吩咐小人 一定要交到高大俠手上 二月初一, 凌晨, 美妝, 慈恩子, 大顏頭 司馬超佛, 二月初一 今天初幾, 精月三十 明天 是呀, 高大俠 是呀, 高大俠 小人告辭 閣下是... 小人孫達 那孫通是你的... 是小人家興 是呀 這把劍都勉強合用 為甚麼司馬超群要約你去大崖塔? 我向他挑戰 你真的想證明你的功夫比他厲害? 不是, 我想證明另一件事 你答應我沒有去 是呀 司命令 你答應我 今晚不要一件 是呀 唯一 我答應你 是呀 我答應你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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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 是呀 是呀 小兄, 江賢幾天沒見過你嗎? 我這幾天行弓連劍 所以沒時間陪他 總表頭, 一切已經準備好了 看來卓總管跟你安排相當合當 呼人過掌 我天亮就出去跟人決戰 相公, 你的決戰竟然才會完結 可能很久, 亦可能很快 準備頭, 我們已經到出發的時間了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會贏 卓東來, 你有幾句話要向總部說 好 婉兒, 有甚麼要說 相公 婉兒, 如果有一天 我和你和江賢三個 可以在田間那些平淡的生活 我就心穩而重了 可惜你轉召了一個大劍的丈夫 總表頭, 我們應該要起程了 婉兒, 我出發了 你就是高潛妃 沒錯 你就是高潛妃 對 你就是高潛妃 沒錯 為甚麼來了又要走 我不想殺你 敗在我劍下的就是死 我們還沒有分勝負 因為你已經知道你輸了 你腳步虛伏, 根本無需打 我來了就要你打 我這把是千雖百年劍 接著 我斷你一劍, 現在還你一劍, 繼續 雷行劍? 靜燒 不行, 我不能用這把劍跟你打 你少看我 不是, 我... 怎麼會不讓我追他呢? 你既然不想殺他, 何必追他呢? 我想知道他為甚麼不可以用那把雷痕劍 他不用是他的事 我還想看看那個女孩是誰 我知道, 我知道他姓蕭 是液水蕭蕭的蕭 他的名字就是蕭雷血 蕭雷血? 你好像無處不在一樣 不是, 只不過我一直在你身邊 甚至你跟那個位... 你知道他在哪兒? 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我知道你不會求我的 可是為甚麼你不用雷痕劍對付司馬超群 我怕他死在雷痕劍下 你以為你的劍法比他好嗎? 不是, 我是怕傳說會應驗 好, 現在雷痕劍已經在我手上 我要帶著他離開司馬超群 這樣我就不怕他死在雷痕劍下 你去哪兒? 離開長安 我是問你去哪兒? 去洛陽, 在那兒我有一個朋友 我小美人, 你好嗎? 你甚麼時候讓我回來, 老陽 聽你這麼說 我懷疑你還記不記得自己是甚麼身份 我記得 不過我應該有權自己去決定 你不要忘記了, 你是我一手培養而成的 我早就警告過你了 對朱萬興的人不應該用真情的 我想知道你甚麼時候讓我回來 難道你想反悔? 我卓東來做事, 一向都不會反悔 你答應過我 對付完高戰飛之後就放我回來 好, 不過他還在這裡, 他還沒死 那你想怎麼樣? 你當然急急要見朱萬 好, 不用多久你會見到他了 他現在在哪兒? 你告訴我吧 不要說話, 你告訴我吧 好, 唐主, 你答應我 一切以洪師堂為主好不好? 行, 你說吧... 他在長安 長安? 六三十九號大標局 是 不會, 他不會在那兒 唐主, 可能是陰謀 陰謀? 你一定是司馬超他 請坐 請坐 小二 小二, 你聽不到我們是朱航主叫你嗎 我聽不到 你聽到我叫你嗎 我真的聽不到 看, 算了 掌櫃 他不在這裡 我們朱航主照顧他了十幾年 你居然不認得他 不是, 我就是認得他 你聽聽我說, 真是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 為甚麼不敢 小人不敢服侍朱航主 你打我, 你打我最多傷一次 猜過被人斬開幾絕 在洪師堂範圍之內 有誰敢欺負你 參見朱航主 甚麼事 蔡航主有名叫你馬上回正堂 有事商量 參見朱航主 蔡宋, 到底甚麼事 稟告朱航主 洪師堂落陽城七間分堂 一夜之間竟然被人踩平 死傷兄弟, 二百七十八人 到底是誰敢踩我們洪師堂的堂口 是三十九路標稿的人 他們每個都想跟孫通報仇 師馬超官 不錯 不過屬下認為 一夜之間能踩平七間分堂的人 一定是有內奸 你說我們這裡有內奸? 是 是 到底是誰 自己滾出來 不過屬下認為... 你說吧 屬下有密報, 知道是誰的所謂 到底是誰 屬下想私底下品報總統 屬下 出賣朱航主, 就是我 走 小航主, 有甚麼事? 我沒事 各位兄弟 朱猛這個傭才無力統領紅師堂 誰跟我蔡崇的就站在我後面 富貴榮華, 有福同享 老闆賣朱求榮的奴才 果然好兄弟 胡堂主, 你記不記得你當日身受重刑 是誰救你逃出生前的? 臉領奴之苦的人是誰? 就是總堂主, 記不記得 萬堂主 你記不記得你當日一家五口被仇家追殺 是誰替你擺平的?記不記得 釘鞋, 如果你是再維護朱猛的 我就等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釘鞋 是, 唐主 如果你要保存性命的 你可以站在他那邊 唐主不會怪責你的 唐主, 你當我釘鞋是甚麼人 我一天是你的屬下 我就會永遠終身於你, 是你的人 你有種 老公, 如果今天我和你殺了他 以後你和我不是主牧關係 你是我的好兄弟 多謝韓主 好, 就等你們兩兄弟死在一起 各位兄弟, 誰能拿到尊碼的人頭 獎銀一千兩, 上 不, 上 我和你一天, 我都要殺掉 我和你一天, 殺出去 我和你一天殺出去 好 啊 快快快 買鬆糕 我要買鬆糕 你真的要買鬆糕? 除了買鬆糕, 我還可以跟你說甚麼 沒有 好, 那我就替你買些糕 買多少? 你想賣多少給我? 你能出錢, 多少我都買 那你想要多少錢? 那就看人而定了 看人?賣鬆糕也要看人? 當然要看人 有些人來買, 我只要收兩文字 可是有些人來買, 就算出五百條金條 我也不賣, 因為我看不順眼 不知道我順不順眼? 你在長安來 你布裡面是甚麼?是一把殺人的劍? 你知道的東西也不少 你在長安來是來找紅獅堂的朱猛朱大爺? 沒錯 那我們的買賣不成了 為甚麼呢? 因為一個死人不會吃鬆糕 而我的鬆糕也不會賣給一個死人 我是在長安來的人, 可是我不是來殺朱猛 那你來殺哪一個? 我要殺的人, 也是你要殺的人 我們大家都一樣, 同樣是朱猛的朋友 我?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可以問問朱猛是不是有這種朋友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朱猛的朋友? 你知道? 沒錯, 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先殺你 你以為你殺死人 燒得乾乾淨淨了 火是怎麼起的? 火就是怎麼起的了 是誰的? 很多人 那馬人人都拿著火把, 很多人 我問是哪一路的人? 是紅獅堂的人 自己人打自己人 沒錯, 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那朱猛呢? 你是他朋友? 是 你很想見他嗎? 沒錯 有時候在這裡也會收到好的東西 飛哥 怎麼會有這麼快來的道士 你也很少有這麼前的朋友 朱猛 朱猛 好朋友 你來到洛陽 我們很應該在我們紅獅政堂那裡歡迎你 想不到現在竟然在爛鬼土地破廟歡迎你 好好的 宿下在 有沒有走 還要逐走一會兒 卓東, 你有種 收了我的兄弟, 踩平我紅獅政堂 不服 不服我都不服 喝 好 烏物無論我服不服也好 總有一天一定要斬了你頭下來總好一條烏 好兄弟, 喝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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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承い 天啊 到羅來 阿朱 勝 吧 奬 Chat 音樂 梦不在意